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宜兰有一家老字号的台菜餐厅 老板陈兆玲家族五代都是知名的宗普塞 他传承了祖父的手艺 推出一道又一道经典的秋楼菜 像这道招牌菜稀卤肉 这里有别于羹汤的做法 特别用扣碗的方式制作 不用勾芡 淡酥或者肉丝吃起来香酥味浓 另外做工很繁琐的桂花鱼 在鱼肚里头包入香菇肉丝 让鱼肉吃起来更加入味 经典的菜肴 还曾经入选总统府的国宴料理 现在已经是宜兰代表性的蓝洋美味 做菜是这样子 你不成长就站在盐地永远是退步的 所以你的成长归成长 但是你不能成长了以后 逃干净了是不行的 讲究品质的国宴主厨陈兆玲 出身宜兰版斗世家 每道菜肴都是富有底蕴的功夫菜 孙巡老一辈做法才能不为寒暑 在宜兰生耕百年获得好评 招牌的西卤肉是蓝洋特色美善 讲究蛋酥和白菜两者的精彩结合 炸蛋酥讲究火后一定要掌握好油温 才不会产生影响口感的淡碎和蛋块 西卤肉源自日文SOOPER的谐音而来 代表有肉有汤的料理 所以西卤肉真的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菜脉的组合 更好的人不是天使用油温和大白菜 夏天盛顺 冬天大白菜 它再加下去 它又干润 蛋酥炸好油再下去 煮一大锅油 要回去再回去 功法细腻的西卤肉 掺杂其中的不仅是卫美 还有宜兰人生活内涵 随时代演变 也成了婚丧喜庆流水喜的常客 我爸爸的时候他就把它做成汤汁 它是由大白菜 还有那个肉丝茶好油加了蛋酥 就变成汤 变成汤 到我的时候是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扣碗 有别于羹汤稀卤肉 陈兆林的扣碗做法 乍看汤汁变少了 但仍保有传统风味 上层金黄蛋酥淋上汤汁 味道喷香喷香 里头包入肉丝 白菜 搭配鲜美的蛋酥 层次丰饶 味美又鲜香 感觉上那个Celova 它是汤汤水水的 但是它的感觉就是比较清爽 不会像一般这样子勾芡 它是比较清爽型的 那上面是用烘蛋 底下才是Celova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一道很清爽的菜 鲜美的稀卤肉 是陈兆林用心守护的传家滋味 口味好曾在1986年 获得全国金厨奖 2003年获选国宴主厨 傲人的获奖记录 是他和家人对料理的付出 做菜很多的西里以外 我们的阿公爸爸留来的 我们原本的味道我们不会变 一定是不会变 因为变了你都不是传道 道地的宜兰菜 宜兰菜它是一个 一个窝里面的一个泵基地 所以做菜是比较封闭的 所以做出来的菜 像不一样 传承五代的滋味 获得食客们赞扬 每道菜肴其实都和生活息息相扣 像是酥炸鸭肉 是早期物资缺乏年代 生活简朴的宜兰人 利用有限食材端出的味美蒸修 以前的人就是风景新鸭嘛 拜一拜 拜好之后 他回来去海 所以他洗洗之后 下落 第二天撒上太白粉 像是油炸 最重要的是上面撒什么 撒那个肉桂 所以吃起来料理 感觉是我们的香酥鸭 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是特别香 喷香的酥炸全鸭 香酥鸭芳 经过慢滷油炸 表皮炸的焦黄酥脆 扒开鸭肉 飘香而来的是肉桂和浓郁的肉香 让人食指大动 忘鸭蝉咸 就是它鸭肉就是有沾那个肉桂粉 不过应该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对对对对 那所以 其实我觉得 它们能有这样子的结合也蛮特别的 然后口感我觉得 就是入口就是有那个肉桂的味道 就还蛮特别的 对也不会说很冲击这样子 百吃不厌的香酥鸭芳 在客人口耳间相传赢得好口碑 会有这番成就 凭的是对料理的坚持 很多人说有没有困难 所以做生意不能懒惰 我以前在做的时候 早上几点起来 中午准时十一点上菜 中午没有空班 没有空班 一天可能做十二小时以上 只要心中有志向 天下没有不成功的难事 费心熬煮的鲜草鸡汤 经过慢火炖煮 汤汁飘散淡淡的鲜草香气 是夏天凉补 冬天暖胃不可或缺的营养补汤 鸡肉也不会很柴 对因为有的时候怕就是鸡肉 煮太久 可能鸡肉会太过柴或是太干这样子 我是觉得它的汤有别于一般 我们在吃一般的补药的补汤 它有那种补药补汤的那个口感 但是它却没有补药的那一种重要的味道 获得陶克赞美的仙草鸡 处处能尝到陈兆林的心意 是因为从小和家人在外坂斗 磨练出的一身扎实功夫 像是做工反复的桂花鱼 强调吃不到一根鱼刺 制作作药背心 把鱼锅剖开 把刺拿掉 塞入桂花下去蒸 蒸那鱼会咸不咸 所以它用猪网油的蜂蜜把它包起来 下一层 猪网油上面它有油脂 它会鱼吃起来 鲜香上桌的桂花鱼 有葱丝辣椒点缀 鱼身包裹蜂 里头塞入香菇淡酥和肉丝 搭配细嫩鱼肉 每一口有层出不穷的好滋味 外面有一层是像那个猪油网膜 对不对把它包起来 它其实里面还有淡丝的部分 所以其实吃起来口感是蛮容易入口的 对 然后吃起来鱼肉也是很咸甜这样 未美难忘的桂花鱼 每一口都让人回味 是因为陈兆玲做菜 都秉着料好实在的态度 给客人的感受是这样子 让它新鲜 物超所值 这个很简单就是这样 客人会觉得说 吃夠了 我刚才说的吃 不怕人吃就会好 所以你秉持了这几个窍门 慢慢去研究 但是菜做出来的原理跟丸厘 跟原味是个人的研究不同以外 但是它有它的原来的味道 跟基本功是不能变的 即使时代变迁 陈兆玲心中不变的 是对料理的真挚情感 手中拾起的 是一家人相乘好料理的使命 还有诚心给客人的南洋美传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探索 几家老店的传奇 首先在嘉义 有一家经营超过一甲子的砂锅鱼头店 这家店不仅是外地人来嘉义 必尝的美食 更吸引了不少国外媒体来采访 到底什么样的美味可以飘香国际 首先带您看到 这道传承了三代的砂锅鱼头 把熬了十二个小时的大骨汤头 加进了木耳豆腐 还有大量的白菜增添汤头的甜味 搭配的是炸到了金黄油亮的大头莲 鲜嫩的鱼肉融合了香浓的汤头 送进嘴里鲜甜滋味 让好多饕客都说念念不忘啊 嘉义中正路上 六十年的砂锅鱼头老店 用餐时间热闹滚滚 超有名 然后每次都大排强漏 因为实在太好吃了 不来不醒 食材啊 然后跟那个汤的料理方式 等等 吃起来是很合鞋 它的味道搭配是很好的 对 好家 那您很感动就是 有一群很死忠的客人 真的就是从一夜奶奶那个时代 然后一直照顾我们到 他们也吃三代四代了 然后 然后我们也是第三代了 但我知道 卖的也不是只有这份东西 还有别人他们回忆的共同体 砂锅鱼头的回忆 来自林佳慧 爱钓鱼的爷爷 闲暇暑之余他就会去这个附近的水库 去钓非常多不同的鱼回来 那主要有一次是说真的钓太多 那分送也分送不完 他就想说把它油炸 那带出来跟店里面想说够惊摸毯 就没想到这个隐形菜单 家常菜端出来客人非常喜爱 新鲜的大头莲裹上薄薄的地瓜粉 月入油锅炸得金黄 那爸爸妈妈放夜 离开了爷爷奶奶的摊位 他们自己也出来摆一摊 我记得大概是幼稚人 大概中翻大翻那个年纪 你已经懂得听指令 就是要在店里面成长 帮忙 林佳慧从小在摊子上大 砂锅鱼头承袭老一辈的做法 用猪骨熬上12个小时的乳白色高汤 再加进丰富的配料 木耳 五花肉 爆炒过的辛香料 简单的步骤却有不简单的细节 那在每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去检视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做更好 我们就需要取它的这个鲜甜 所以我们就大量的大白茶 那加上我们里面有这个 大量的洋葱 蒜头 辣椒 沙茶酱 这样子下去以后 整个汤头的鲜甜 就会非常的有那个厚度在 传承三代的砂锅鱼头 香酥的鱼头 融合鲜甜的大锅菜汤 吸附汤汁的鱼头 软绵好入口 汤头结合蔬菜的甜 还有沙茶的香浓 不会太过油腻 满满一尺的好料 暖心又满足 我觉得它汤头还蛮鲜甜的 然后鱼很嫩 料很多 很实在 爸爸摆摊时卖的滷肉饭 就算到了现在 依旧秉持手切前腿肉 如果当然用机器切 大有人在 但是手工切 可以保留住这个肉的甜度 71年次的临家会 大学一毕业 就选择回家接手家业 这中间或许有几番挣扎 却从没想过要离开 我可能是小时候看到爸爸妈妈是 特别辛苦 就是从零开始 就是从有那个摊位才有我 然后我跟这个摊位是一起成长 所以说你很像兄弟姐妹一样 你不太会去排斥跟讨厌 所以说对我而言 我是还蛮热在其中